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且都是不加水的圆桶酒尖强度 更芬芳 更刺激 其实仓库里的每一桶酒它味道都不一样 哪怕是同时入桶的姐妹桶 味道也有温妙的差异 魅力就在于它是独一无二的 所以如今单桶威士忌 成了威士忌行业里面最耀眼的明珠了 在斯贝塞的第二天一大早 我们就开车来到了斯贝河畔的亚伯勒小镇 这座小镇的尽头就是亚伯勒酒厂 亚伯勒由詹姆斯弗莱明创建于1879年 位于斯贝塞中心地带的亚伯勒村 这个亚伯勒 亚伯勒就是盖尔语里面流动的小溪的意思 亚伯勒的创始人叫詹姆斯弗莱明 他从一个电农的儿子成长为企业家和慈善家 这座斯贝河上的桥都是他建的 一百多年来这家酒厂也是几经转卖 最后落入了宝勒利家的怀抱 现在成了知华式的机酒厂之一 这家酒厂只使用酒厂附近15英里以内的本地麦芽 和本尼威斯山的泉水 摩脉 糖化 发酵 蒸馏 使用美国崩崩筒和西班牙欧罗罗索雪梨桶来收成酒业 生产工艺上其实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但是一款阿波纳筒墙还是征服了很多老淘们地欧砖的口舌 所以这一家酒厂的单筒筒墙一直是我的目标 于是就参加了这个酒厂的品酒会 价值40英镑的单筒探索 现在游客到这个酒厂来 只能在这个游客中心投资 这很久 是吧 对 因为这个厂现在在扩建 它要从每年的这个10百万升 要增加到800万升 所以没有很多的这个建筑工艺 品鉴会的主持是一位小辉哥 举手投资啊 都有一点HIPOP的份 今天一共有5杯酒 第一杯是New Make 就是刚刚蒸馏出来的新酒 没有进过橡木桶 那这个新酒味道还真的是香甜的 带着酒量和烙烙烙烙烙的味道 第二杯是十年的波门筒单筒筒墙 十年的手筑波门筒 香草啊 买一种蜂蜜的东西 非常标准的波门筒的味道 非常甜美 不过的重气还是很强 它弓的感觉很厉害 因为非常的强 有一点点的不会苦 第三杯是十年的雪莉桶 单筒筒墙 十年的雪莉桶 雪莉桶 非常烦的味道 是艾波罗尔的非常分散的味道 它这个果然说做得特别好 感到奶 有香味道 一口入口没有味道的那个阿布大人感觉 非常完美的味道 非常舒服和细发的那种感觉 像四融一样的光滑 艾波罗尔的欧烙烙烙烙雪莉桶 是非常值得承招 是我目前喝到了最好的一种雪莉桶感受 就一样在这个里面 第四杯是十八年的波本桶单筒筒墙 二组的猪肉筒 美国相不动 我做相不动 我这样去用那种发酵的那种爆米花的味道 奶油味但是它不是很重 因为淡淡的优香 它不是那种很强烈的味道 清淡优样的味道 非常甜美的果汁感 会有一点点的回苦 回味非常的长 然后它刚浓浓 它带一点单的那种烟熏的味道 比较优雅的这种十八年的筒筒墙 还可以 第五杯是二十一年的雪莉桶单筒筒墙 二组的这个雪原板筒 因为年表达 清香清淡清 快果香很清楚的这种 不是一种很浓郁的 这个杰瑞卡塞的那种 我讲到那个克莱战克斯新年 雪莉桶老久在过了二十年以后 它删完出来的独特的 淡淡的橡胶 果干水或黑 所以这样 入口都顺色 像是一种巧克力 酒精也包裹了很多 非常柔顺 然后呢 特别用重雪莉桶的 它会变成淡 然后这个花朵的清香 就完全散发了 这款雪莉桶 非常成熟的雪莉桶 非常好 十年过分 十年雪莉 十八年过分 二十年的雪莉 这个十年的雪莉 使它最强壮 最浓浓的时刻 甜美芬芳 这个非常值得 非常值得一碗 最后啊 看到店里一票的单筒筒墙 亚伯勒十年 十二年 十四年 十五年的单筒筒墙 格兰凯斯 格兰陶赫斯 朗摩 托莫 都是一票给志华氏 酿造鸡酒的酒厂出品的单筒筒墙 这些啊 可是在国内很难买到的酒款 你说你可以适合之后决定 你要不要买 我挑这种两款 白痴啊 一个是艾布洛尔的十年 一个是干托莫斯的十三年 这两个都是雪莉桶 而且是刚才我们都试喝过了 所以这两款是今天挑这种的 非常棒的 艾布洛尔十年十六十五 刚才托莫斯十三年十七十五 新疆我们艾布洛尔 其实在 这个在空间估计是很难找到的 你要找到的话 价格也会非常贵 太欣赏了 今天一个单筒的美好世界 所以我觉得特别棒 这是今天最大的收获 因为以前真的看不到这么多单筒 对对没有那么多单筒 因为七年前的时候来过一次 当时也买了一瓶这个单筒 就现在的价格是那时候的翻倍 至少翻倍 翻一个倍 翻一个倍 其实我觉得一家好的酒厂 当然你说所有的好的瑞士酒厂 二十一年二十五年 不好它是不应该的 对 它不好是不应该的 但如果它的十年 十二年就非常优秀的话 我觉得这才是一个好酒厂的标志 对吧 所以我们今天我们不愿意同地挑了 那个十年的这个Siri Cask 我们今天时间已经到了一种非常好的巅峰状态 证明F1P是不成功的 所以我们如果2026年再来了 我们就肯定去谈了 2026年come back I will come back 掌柜掌柯柯柯 好了老铁们 亚伯乐单筒治理结束了 Cheers